大家好,又是我冬菇,今天已经是第五条片 经过我今天一场即兴试一试,一天可以做五条片的经验 只要所有东西平时一早安装在脑子里 如果脑子有东西的话,说就有东西 如果脑子没有东西的话,当然没有东西可以说 所以平时在思考方面,要尽量粗练一下自己 说真的,一条片都是十多分钟 如果你中间不要走来走来走去,真是焦点去做 其实都应该做到 但今天为何我这么迟才出到第五条片 主要是因为手机的capacity爆了 所以都要留意一下,当我们要禁密出片的时候 其实要有很多cancelation 即是很多东西要删除 包括做完一条片,上了片 只剩下的东西就尽量不要留太多 令到你的capacity有些空间 你便可以成功到 用一个手机便可以一天出五条片 这样的记录了 还有,我们在说 其实有时有些照片可以留下 你便自己找些包团排好 例如有些照片,你觉得 可能在下一个视频有用的时候 那你这些呢 我们叫做一些discipline 便要处理一下 其实这些都是学问 在外国的youtuber 其实他们为了要 achieve到一个很高的收入 其实他们的productivity 都一样是有一个技巧 翌日我们有机会 等我学了些什么新东西 或者我做到些什么新东西 我就会在这个台上跟大家讲 由于我一早就已经做了一些部署 就是在这个editing方面 因为太多的技巧是要讲的 所以如果我在这里讲完 那就糟糕了 可能很多人都没什么心机去看 我会在我的member的category 放一些逐步逐步教大家 在那个editing方面 可以怎样用 特别我就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用那个剪影或者cap cut 可以 achieve到那个效果是如何 因为如果你用cap cut 和用剪影 那你那个subtitle 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因为你整个script 放进去 它就会自动在你的video里面 自动诞生 以及根据你说的话 它就会出到你 问题就有少少的 比如说如果你是讲英文 讲国语 achieve得好些 但是如果广东话 可能它的recognation 可能差一点点 所以这方面呢 就是要有少少留意 因为始终我们是广东话的世界 香港人当然有讲广东话 难道是讲普通话吗 所以变成了这件事 大家可能要多看少少 有少少将就 才可以用到那个剪影 但是剪影带给大家的 那个视觉和感受的空间 就非常之精彩了 有机会我在下一条片 也可能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以往我看到有些很出色的youtuber 因为当年 他们的AI 或者工具比较贵 但是他们都用上了一些很跳脱的 一些subtitle 或者一些effect 非常有趣的 但是那些真的要找人釘在 对着电脑 就收拾出来的卡 所以当年 我想是大约两年前 其实这些摄影 都是很贵的 但是今天就不同了 但是自从有了AI 之后 有很多东西大家可以 凭空想像 竟然可以出的 包括你可能找个AI数字 就是那些Digital images 帮你读稿 可以用很多不同的language 或者dialects 有些你可以说一下四川话 或者北京话 或者好像人家读报纸 那些语言态度也可以 广东话他们也有 但是广东话暂时 如果以展映来说 它的AI数字人的广东话 就不太有趣了 基本上我这个甜品 我都做好了 大家都看到了 拿一支日本冰条 比较creamy 我放上我最喜欢的美绿 拆拆兔子的山楂饼 再放上我这个 士多啤梨干 这个甜品 我又可以开工了 你说多好呢? 又一直可以跟你吹水 又一直可以在这里 吃东西不抹嘴 都不错的 所以这些短片 如果用这种方法来做 我就觉得有趣 好过你只看煮食 其实煮食 从来到尾都不是我的强项 如果你是说做一些视频 是不需要出样的话 我觉得做这些Cookshow 也是不错的 中间如果做Cookshow 有时真的要做很多 准备功夫的东西 我又不需要 如果我只是给画面 我后面就说一些 比如说如何赚钱 或者内地又可以用一些 什么有趣的工具 或者它们用什么软件 可以抄剧本 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个视频 和大家谈谈 我也想看看数据的效果 今天来说 也挺有趣的 你知道我那些 韩智智玩youtube 其实一天都上不了 两三个subscriber 但是今天来说 也算是收拾了几个 可能因为一动 上多了影片 他的youtube就认识到 所以他也会努力 帮我推影片 或者推我的channel 去有关对的人的口味 所以不要小看数据的power 我想不说 大家也知道 记住 我们其实玩youtube 并不单止要有我们的客路 我们要记住 对着我们对着感的 是平台 即是youtube自己 所以我们要留意 youtube每天 有什么announcement 要更新一下 比如说 他们现在在数据方面 做成如何 如何吸引到 多些上客的机会 那些news 其实也要留意 玩得平台 即是我们玩的platform 在社交媒体 一定要对这些东西 是有些反应的 你知道我们这些素人 希望找到一口吃 所以在这方面 一定要教育一下自己 多些去见识 多些留意下 其他youtube的一些教学片 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但教学 你看完 你不做的话 浪费 所以也是那句 实践是验证的唯一基准 既然你有学到东西 一定要发挥 才能令脑根 是上得到另一个阶层的 所以 我想现在做youtube 任何人都可以 总之你腾到时间 你就去做 我现在希望 尽量学会 如何一天很短的时间 achieve到五条片 而且youtube有好处 可以帮你 schedule 你可以隔两个钟头出一条 两个钟头出一条 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 应该努力点 去参加这个战团 希望大家都可以 也算是学到东西 以及对于这个平台 那么多不同的社交媒体 有些感觉 就变成了不用跟人聊天 那么dry 而且脈搏比较强 始终这些都是银食的工具 有很多公司 流水作业式 只是出youtube 有数据 计算数 知道你可以 achieve到多少 所以 这是一个 挺好趣的游戏 又可以让我吹一下水 又可以 曬一下我煮食的 一些 奇奇怪奇怪的方案 我觉得 为什么不 OK 那就是这样 拜拜 有很多人 我不要 你给你帮我 去吧 你帮你帮我 我还会 你帮你帮我 有些人 我还会 帮我 你帮我 你帮我 我 你帮我 你帮我 你帮我